Jer,聽說你今天帶我來大陸試新車 對呀,平時共享單車你也聽得多 共享汽車你試過嗎? 甚麼叫共享汽車? 跟共享單車的概念一樣 可以一段分鐘計算的 那就是駕駛快一點就節省多一點? 對呀,它就可以在拱不租 然後在商場點玩 那馬上走了 走了走了 跟其他出行方式相比 共享汽車的好處就是更方便和便宜 距離拱不關口最近的租車點 只需步行大約5分鐘 真是快靚正呀 共享汽車最大的賣點就是A點租,B點玩 即是租車點和還車點可以不同 而珠海就有100個租車點和還車點 去哪裡玩都這麼方便 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手機APP搞定 溫馨提示,第一次使用共享汽車前 要先下載和註冊租車APP 因為註冊帳號和驗證身份 是需要一日時間 通過驗證才可以租車 以及第一次租車要先付$999按金 可以用微信或支付補支付 記得入定錢啦 根據剛才我和Jack的了解 原來只要你一到達這個車場 跟著APP就會顯示這個車場裡面有多少輛車 我們剛才就選擇了這輛車的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輛車 因為我們今天比較人多 所以選擇一些大價的車 這間公司提供的車都是比較大價的 當然有些不同公司會提供一些小價的車 價錢都會相對比較便宜 視乎你個人需求 為了釐清使用責任 在APP裡面選定要租的車之後 除車前需要拍照傳證 用來記錄車內外有沒有損位 為了保障自己 一定要將所有有損位的地方拍照 完成之後就可以上車出發啦 上車 這次我們租的這款車友內置GPS導航 如果租其他沒有GPS的車型 最好就在手機裡面下載高德或者百度地圖 經過實際測試 以下由拱北出發到珠海幾個熱門商場 幾種不同交通的收費 使用貢獻汽車是三種出行方式之中最便宜的 我們 PewDiePie